所以我們看到即使在暴漲暴跌裡頭 中芯半導體還是很強 基本面 腦洞科技還是很強 這些跟中國政府在扶植的半導體有關 就是AI有關的 那麼回來請教一下 談一下他剛談了股市的情況 也談了就是回到比如說 比亞迪是一家好公司 所以他即使在暴跌的時候 也只跌一點點 他暴漲的時候都漲了20% 後來你看一下 這個禮拜他也只跌2%多 我回來請教一下朱英鵬教授 這個整個中國地方的債務 是不是太大太深 沒有辦法救 還是你覺得是可以救 就是以整個中國大陸 整個地方政府 加中央政府的全部的債務 他目前就是去年年底 IMF估計大概是86% 那這個數字就 就是說就以世界各國來看 尤其是如果跟美國日本比 還有歐洲很多國家比 都還差了一大截 然後他的人民是很喜歡買債券的 你所謂差了一大截 我幫你翻譯一下 意思就是說他相當低 有取債空間 有取債空間 因為那些都超過100 120 而且他的人民是喜歡買國債的 不但喜歡還用搶的 對不對 你節目也講過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整個債務來講的話 他現在有空間 我上次來這個節目也講 就是日本的經驗要參考 就是日本在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衰退是資產負債表衰退 所以企業不投資 人民不消費 所以唯一一個能創造有效需求的 就必須是政府 所以政府那時候花了很大的功夫 做公共投資 日本那時候做公共投資的主角 是地方政府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中央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大項目 對不對 可是當地的政府是最清楚知道 他當地最迫切最需要要做什麼 而且可能已經是說了十年 結果也沒錢做 或者是沒能力做沒做對不對 那就是現在就做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宣布 他宣布總共總是一整年裡頭 總共是3.9兆的錢給地方政府 除了去買保障性住房 你上次提到之外 另外他講了一個很重要 是一次灑下去 Write off 這個一次灑下去 在經濟水裡頭很重要 我待會要請你解釋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不用還 這個是完全對的對不對 就等於我就補貼你了 我就送你了 因為如果地方政府 大家每一個都是窮哈哈的話 你叫他說 你趕快現在要偵查建設 他沒辦法做 甚至上禮拜還有消息 黑龍江一個偏遠的一個城 一個鎮 已經宣布說政府雇員 他那個政府的雇員全部都停止 為什麼 因為快倒了 是的 他的收入已經不夠來付 他欠的債務的利息了 所以我一直說 今天還是有人批評 說禮拜六的記者會沒有講細節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當我聽到這個記者會的重點 的重點之一 是要幫地方政府 把那個債務給拿住的話 我覺得他已經 他達到重點了 他知道了 而且他一次給 對 對 所以他知道問題 這個就是執行面的一個 最大的障礙 他要把它拿掉 所以現在藍福安快要成中國英雄了 變成你今天的名言 謝謝兩位來賓 我們待會回答文獻的事業 是陳英周報